馬鞍 歡迎大家收看這個賽馬報告 我是主持世榮 明天九場菊草賽事 大家要早點開這個堅仔 因為我在5.9的時候 1748分 會和大家一起在堅仔的賽馬 不是堅仔 我自己私人的頻道 即是這個 香港人賽馬頻道 世榮香港人賽馬頻道 按有哪顆四星豬就可以訂閱 我可以和大家一邊做Live 看著堅仔App的大手升跌 看看有沒有上次輸了形勢 我在賽馬報告中看到的 就和大家做功課 讓我們可以容易贏錢 由季初直至現時為止 大熱門勝出率是30% 相對三甲率是62% 我們一起跳出香港 看看沒有天氣先生之下 這個堅仔的賽馬報告儀餐 在尾場我們可以看到 宜春輝王這匹馬 上次十二檔固然差 斯蘭都已經很痛苦 出閘反應不算太慢 但第一個彎他轉六疊 所以相對上位比較虧 後來他轉到直路彎 都仍是走三疊 入到直路他竟然都可以一度出頭 馬開始有少許屁向內閃 但他還未力弱 到終點前都能維持到均速 這些有沙田千四米氣量的馬 利島菊草其實很殺食 所以今次我們都不要放過他 如果你看回他之前 跑這個沙田千四 家應精彩自己這麼厲害 都已經三連節都要輸 證明那場放頭相當不利 用這個氣量 縮下去千二菊草 我覺得已經夠跑 大家可以留意 好了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稍後會有更多精彩賽事 今晚有隔野菲池千財經 看看大戶怎樣買住 躲起來的QXQ 一起帶大家看看 千萬不要走開 多謝收看這個賽馬報告 我們等會再見 拜拜